欢迎收看本期的急速点评 各位好 我是小小林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棋局 是LGB的四强战 由中方唯一的一位代表柯杰 对阵韩国袁晨真 那LGB跟柯杰一直以来都算蛮有渊源的 从2018年开始 柯杰就不断地打进到LGB的四强战当中 但却从来没有任何一次 拿下过LGB的冠军 并且在2021年的时候 在先胜一局的情况下 被韩国大声 声明俊连班两局 累撒赛场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忆犹新 终于在今天 睽違了三年八个月 我们的八冠王 再次打进了世界大赛的决赛 不知道呢 这次是否能够顺利的 一举夺得九冠的荣耀呢 就让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那这盘棋呢 对上袁晨真 毕竟对手的年纪稍长 在时间控制方面呢 柯杰确实是游刃有余 虽然呢 在后半盘激进一度乱流 不过呢 纵观全局的表现 柯杰还是呢 发挥的要比对手来得好 那我们就马上一起来欣赏一下 本局精彩之处吧 这盘棋 黑棋是袁晨真 白棋是柯杰 行进至此呢 柯杰在上方柴二 现在本局的焦点呢 应该是白棋如何啊 要来破坏掉黑棋上方的阵势 实战 柯杰这个柴二呢 是选择轻处理 当然黑棋也不会轻易的让白棋呢 给连接回去 所以选择了碰断 紧接着 白棋搬 黑棋冲 那白棋呢 他没有选择这个打完之后接回的下法 应该是担心哦 黑棋呢 就直接强行的切断 如此呢 这个局面算是有点混沌不平啦 双方都不是看得很清楚 那圆成真呢 是有这个圆大锤之称啦 可能在维帝啊 官子啊 判断啊 方面都不是特别的突出 但是 只要有这个大龙的一些死活 追杀 可能就进入了对方的擅长的领域 所以呢 柯杰并不想在此处呢 与圆成真进行用强 那我们回到实战 实战呢 白棋 空中凌空一飞啊 下的是非常的飘逸 他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这个白棋呢 轻轻 简单处理 边逃命的时候呢 边顺便把你上方的空给破掉 那实战呢 圆成真是在这里冷静的担长回去 虽然后时啊 不过此处呢 却出现了一些失误 这个长有一点点太过直白 此时AI推荐呢 黑棋在长之前啊 应该先来右边呢 冲断进行一个灵魂考验 这个冲断问应手呢 就是问白棋要接还是打吃嘛 那如果是打吃的话呢 黑棋就可以通过这个断完之后 一挖的这个下法呢 让这个补棋啊 变成了一个先手补断 你现在就不用缠这一手了嘛 你就可以直接正过来杀这个白棋了嘛 好那假如说 白棋是选择接在这的话 黑棋再从这里退回 有了这几手交换呢 上方这个维持不变 但是呢未来黑棋就多了啊 右边碰完之后 比如说从这里啊 撞完啊 渡回去啊 斑啊 这种破地手段 会给右方的白棋呢 造成不小的压力 那回到实战 实战黑棋啊 单肠回去之后 它以后再来冲断啊 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因为你现在这里都有一颗了 你现在断啊 这个白棋毫不考虑就直接把你吃掉了嘛 因为你现在在那边多挖一些隐形人有先手 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这是AI给黑棋擦屏的原因 好 那我们回到实战 实战呢 黑棋退完之后 白棋继续啊 借力使力 在这里点了一手 那可能呢 是时间呢 有点催促嘛 的情况下呢 袁晨真又再次走出了巨大的失误 就是接住 这个真的给白棋啊 算是予取予求 可以看到各位 从这个柯杰猜二跳出之后呢 这个大飞 这个飞 这个猜二 很明显 眼形的堡垒呢 已经算是慢慢有了雏形 这绝对不像是一个容易受工之行 所以此时呢 AI认为啊 这个黑棋当然是不能接住的 必须要选择点一个犯棋 那当然这边就还蛮复杂的了 那假如说呢 白棋切断黑棋的话呢 黑棋此时呢 是有一些犯棋手段的 就是在这里接 那 白棋藏完之后呢 黑棋此时可以通过一个苦肉计 在这里冲断 顶 好 这个顶呢 算是一个愉快的问应手 因为白棋如果退的话呢 这个地方 黑棋有了这个顶之后 可能就可以跳过去 对白棋呢 进行走攻击 那白棋如果断吃的话呢 黑棋就可以简单的 在这里冲完之后呢 选择啊 先把上方固回去 那你说 老师这几颗不是被吃掉了吗 可这几颗 就算被吃掉 我们可以看到 上面 白棋刚刚飘逸的几颗棋子呢 也被吃掉了 而且不仅是被吃掉 还是一个大吃的态势啊 那经过判断之后呢 这个图 黑棋是还不错的 然而实战呢 原成真并没有选择反击 而是乖乖迎刃 当白棋走到这里的时候啊 这个胜率呢 已经高达了85% 好那实战呢 黑棋只能硬着头皮啊 继续追齐这个白棋 那白棋在这里 尖完之后 一挖 现在 就是努力的 把这个棋做活 眼形找出来即可 黑棋骨口 白棋反扳 黑棋立下 那柯杰这个档啊 从这个档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棋 走得有点小小的猥琐啦 就是说 啊反正我只要把两个眼睛呢 这个做出来即可 不然 一般棋手应该是不会挡这个 就直接跳出去就好了啊 好那实战呢 这个 白棋档 黑棋这个倒虎啊 确实是有点老练 也为上方的死活呢 预留了一点点的伏饼 什么伏饼呢 我们就等下再看 好那实战呢 柯杰继续虎口啊 当然AI此时就一直推荐说 赶快往外逃啦 好那白棋虎口 但其实也是无伤大雅的啊 黑棋断 白棋尖 黑棋藏 那此时呢 柯杰终于算是走出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啦 当然此时还是 黑仔一直推荐 赶快往外逃之夭夭 做活即可 那柯杰是选择在这里冲一个 这个冲呢 就是可能啊 是在做活之前哦 还想瞄着这个对方的一些小缺陷 不过呢 绝对是会遭受到黑棋呢 猛烈的反击的 所以实战 原成针这个大锤啊 终于啊 砸出来了啊 点刺在这个位置 这手棋确实呢 有这个原大锤的感觉啊 好点完之后一飞 又把问题呢 抛回到了白棋这边 实战 白棋甲啊 继续努力的盖眼睛 然后再一场 接下来黑棋这一间呢 哎哟 各位要特别小心哦 这也是一个剑合的双击哦 一来当然是瞄准上方的死活 二来呢 这边是有一个暗器的哦 这个冲完之后 从这里打完 再一打是一个争执哦 这要特别注意哦 不然这个棋 你上面一走 被一冲完之后 整盘就GG了哦 所以呢 柯姐此时呢 也进入了 长烤 这个棋应该如何应对呢 在长烤之后呢 他是选择 把棋冲完之后 黑棋斑 一样还是有冲完打吃 所以白棋跳 就把左边的问题呢 统统给他补好了 所以关键 绝对就是上方的死活了 假如说上方呢 这个白棋做活是完全不成问题的话 那基本上这盘棋 黑棋就凉了啦 所以实战冲完之后 白棋打吃 黑棋沾上 白棋一打吃 各位可以稍微暂停一下 看一下上方的白棋死活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时 其实上方的这一块大龙呢 是一个打结的状态 只要黑棋在这里一打吃 就形成了打结 怎么打呢 大概有几种下法 第一种就是白棋提掉 黑棋打吃 那这个打吃完之后 等下拔掉 这边是一个打结的状态嘛 打结也 那如果你选择接住的话呢 伏笔就来了 各位 如果你这个棋一开始是黏在这里的话 那其实是没有打结的吧 白棋就进火了 但是有了这个倒火啊 黑棋以后搬完 接住 就有这个铺 可以与白棋进行打结了 所以这个呢 是其中一个打结的手法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的打结方法 就是当黑棋打吃的时候 白棋拔掉 黑棋叫吃 那此时呢 白棋不接上边了 就是在这个上方呢 弯一手 那黑棋当然是必须点入之后 拔掉打结 那这个结呢 如果是选打结的话 白棋应该会选这一图打 原因是呢 刚刚那个打结哦 一旦打输哦 黑棋是一手棋 直接把白棋四颗棋子给拔光 带响的 那这个打结呢 对白棋来说呢 负担可能没那么重 而且这种大龙打结活哦 基本上很难到真的死掉啦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结非常的多嘛 比如说我这个霜一下啊 也是结啊 我等一下碰出来啊 我这个利啊 到处都是结材 但即便如此 黑棋还是应该要打这个结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结对黑棋来说 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看花结嘛 什么叫看花结呢 就是打输是一点负担都没有嘛 你看白棋就算打赢 只是拔完之后接住嘛 那黑棋的结材多不多呢 其实一定相当多嘛 因为你这个冲是不是结 对不对 你这个断是不是结 断这个是不是结 通通都是结嘛 对不对 这个碰是不是结 全部都是结嘛 虽然不可能能够杀死上方的白棋 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两手棋 取得巨大的优势 才能弥补呢 之前的亏损嘛 但此时呢 我们的这个大锤呢 犹疑了 好 我们回到实战 实战呢 袁晨真 他绝对是有看到这个打赤的 好 这个打赤呢 其实难度并没有很高 但是呢 他可能是想说 如果柯杰自己补一手的话 那也等于是我外面走两手嘛 所以呢 他是选择在这里 跨了一下 进行收官 但是呢 这个却有点呢 脱离主战场之险 黑棋 先搬一下 白棋搬 黑棋 虎口 白棋立下 黑棋冲 去把这几颗给吃掉 但是就在吃这几颗的同时呢 柯杰这个碰触呢 算是非常的机敏 一来 是 哎 你要吃 给你吃啊 我就做一些 简单的废物利用 二来就是 哎 我能不能够支援上方白棋的死活 让我在不知不觉当中 不需要花一手的情况下呢 就把上方的死活问题给补好 所以实在 黑棋 兼 白棋 接住 就这个时候呢 圆灯真 竟然 自己啊 选择 把这个棋吃掉 跟白棋做交换 哇 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哎呀 这个棋 白棋还在忧心忡忡上方的打劫 到底这份未爆弹 何时爆炸 结果 黑棋自己提掉 帮白棋把这个 烫手山芋呢 哎 给他直接扔掉了 致死呢 这个白棋的胜率呢 已经高达 99%了 那最终呢 虽然科姐在底下 以及这个右方呢 出现了一些小小乱流 但是呢 仍然是无法弥补啊 这个圆灯真呢 提掉 消掉 打劫 这一个重大失误 所以最终呢 科姐算是呢 击败了这个老对手啦 昂首挺进了决赛 那决赛呢 另外一边啊 对手呢 是这个 变向一 他刚刚呢 也算是 我记得是快胜啦 李志贤 所以呢 本届LG杯 的这个冠亚军对决呢 就是由科姐 VS 变向一 中寒之争 哎呦 我觉得非常好看 大家又会觉得呢 嗯 这一次的LG杯决赛是几几开呢 我自己是觉得啦 好吧 这个科姐应该是八二开啦 我印象中 他对变向一的胜率相当之高 变向一就是一个那种骁勇善战 但有点接近游泳无模型的 就是很爱乱杀啦 但是判断啊 在这些经验上面呢 我觉得都 还没有到那么的成熟 只要科姐呢 不要太浪 计算的部分呢 Double check一下 不要呢 不小心被猫到一个要害的群 其实要过变向一 我认为难度不大 所以在这边呢 先立个Flag好不好 科姐 2比0好不好 击败变向一 夺得第九个世界冠军 明年一月下啦 所以呢 明年一月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师立的呢 这个Flag 究竟是不是明灯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各位喜欢 我是小小林老师 我们就下期再见 各位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小小林 一位在围棋圈奋斗了十几年的围棋老师 如果你对围棋有兴趣 可以加入我的网讯课程 或来我的实体教室上课 如果对加盟围棋教室 或冠名围棋赛事有兴趣的 也可以私讯我哦 大家一起努力 把围棋这块蛋糕给做大